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提醒而论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萤幕右下方有一个图示 按下去就可以订阅了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们按赞 我们要聊一个东南亚国家的治安 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因为最近有一个消息 在菲律宾发生了一起 一个中国公民跟一个美籍华人 他们下飞机就去菲律宾坐飞机去 一下飞机就被绑架 而且后来就发现 就证实是遇害的一个消息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就想到 因为菲律宾好像经常发生类似这种绑架 勒索跟这些案例 好像治安方面不是很好 菲律宾的治安一直不好 菲律宾也是 我自己在东南亚待了16年 新加坡住了6年 泰国住了10年 曼谷住了10年 但是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我都去过 因为工作的关系 菲律宾是唯一一个 百货公司门口有警卫的 人家是持枪警卫 持枪警卫 要检查身体 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但是我估计 其实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知道的菲律宾是自然很差的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案子比较特别 是 他是菲律宾这个警方查了之后 说是有一个名叫做李辣 对 木子李然后女字旁那 总而言之就是说 他们讲这个李辣 涉及的案子不止一个 对 这个李辣显然是一个化名 对应该也不是真理 显然是一个化名 那么他就是专门就是 骗这些商人 特别是华人 因为李辣本人是华人 对 骗这些商人到菲律宾去谈生意 然后就绑架 勒索 这个是 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了解的状况 菲律宾警方说是李辣 现在人不在菲律宾 可能已经离境了 或者怎么样 那再回头来讲 菲律宾自然 其实是最 在东南亚国家里面算起来 我认为是最糟糕的 而且他很多的这个自然上的问题 其实跟他检查 本身的腐败有关系 有一阵子 有一次案件 其实绑架案就是警察自己做的 对 你还记得 我还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案子 是负伤被绑架 后来就发现是警察做的 对 我以前在菲律宾的时候也写过 采访过类似的这些东西 就是 警察这个 真的是给一般的平民造成很多头痛的事情 其中有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一个华人 就是台湾人 一个台湾人在台商 在 马列拉的台商 家里面被偷了 被偷了 那么 他就去报案 报案呢 警察就 就来 然后就到他家来了 跟他说要帮他办这个案子 但是没有车子 就被借一辆车 台商工厂嘛 你也只能借他了 不然 就借车 借车之后 然后又 车子借去之后 第二天又回来了 说 是不是应该要补贴 有点油钱给我 我才去帮你办案 就这样子 不断的回来要钱 哇 到时候后来这个台商受不了了 干脆就是说 就给他一笔钱 说拜托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个案子我不办了 对 类似的这种情况很很普遍 嗯 其实 新加坡的国家里面 治安最好的 是新加坡 东南亚国家里面 新加坡是治安最好 你刚刚讲新加坡的国家 哈哈哈 新加坡自然是最好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是 嗯 我在新加坡住了六年 嗯 没有一件枪案 嗯 对 国家 国家管制的很严格 对对对 枪案连枪都找不到 而且人的数值也高 我觉得 因为我是有去玩过一次 虽然只是去短短几天 但是你可以明显感受到那边的人 就是很有规矩 就是很多事情比较有灰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说 他这个自然处理得很好 第三个他国家很明亮 对 坏人那地方躲 都是灯 对不对 对 没错 有很多自然不好的地方 是暗暗的 对啦 就可能没有路灯啊 或什么 对上一次 这件事比较要灿 我最近去过这个新加坡 我们上次去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对不对 三个地方嘛 你到了马来西亚 到了印尼 你就会觉得 街道上光线安安的 对 你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又什么东西躲在什么地方 是 印尼也是一样 光线安安的 晚上出门你会有心理负担 对 你看到眼神接触的时候 你都会想说 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新加坡你没这个感觉 完全没有 对 那其实在东南亚里面 自然好的国家 无止新加坡 像辽国其实也不错 哦 这倒是没想过 辽国 辽国其实自然很好的 哦 辽国是 他是唯一的内陆国家 他比较 比较 我们再讲一下 比较封闭一点 对 然后他其实他是 他还是真的是共产国家 嗯 嗯 很多人一听到共产党 吓死 共产国家就觉得 哇这个国家不能去 其实他自然非常好 是哦 自然非常好 嗯 可能正是因为共产国家 控制的严 所以他自然很好 这也不一定 而且他地方小 加上观光客没那么多 就是等于说只有他们自己本国人 所以在那个没有那么复杂的出入 应该这样讲 那共产国家 这个自然好 不只是是辽国 嗯 古巴的自然也很好 哦 我去过古巴 我去过古巴採访 那是个很有趣的故事 以后我们可以另外再讲 嗯 然后问奶 嗯 问奶自然也很好 嗯 因为第一个他的这个 啊 生活条件 生活水准 他的国家的福利很好 救急 对 福利很好 是 他国家小嘛 又出事又 然后给老百姓的福利很高 嗯 我们金门人有很多人在问奶 哦是吗 对对对 哦为什么会去那边 就是跑到那边做生意 在那边很 其实很多金门人在那边赚了钱 回去建设金门 哦 很多金门人在问奶 嗯嗯嗯 所以 以我来讲的话 我会把 新加坡 是 问奶 辽国放在同一个等级 就是如果以治安来讲 嗯嗯嗯嗯 那 第二层 对 现在已经三个国家了 是三个国家 第二层的话 我认为是泰国 嗯嗯 马来西亚 其实马来西亚比泰国还差一点 差一点 嗯嗯 第二层我就 我就放一个泰国 泰国 哦 ok 泰国我住了十年嘛 嗯 他也去过 你是觉得他治安 对确实 对你晚上在外面走 真的是不会有负担 对对对 然后 不只是曼谷 因为我们虽然说 大部分时间待在曼谷 但其实你有带我去其他地方 那我去其他地方就有 蛮 ok 也不会觉得说 好像 城乡差距太大 会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 他有一些就是说 嗯 警察 跟你找一些小麻烦 对 会有这种 他找你小麻烦 当然就是希望你给钱给他们 给钱 一个 100 200 就算 我就给过啊 因为我那时候 从新加坡搬到曼谷 我是骑摩托车去的 嗯嗯 我那个1000cc的BMW 是是是 然后莫名其妙就进去了 嗯 嗯 这个泰国的 泰国的海关根本没有管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后来我的摩托车变成非法 嗯 在泰国被警察拦下来 大概六七次吧 但是我一直在骑 为什么 因为他拦下来之后 我只要塞个 一两百块钱的态处给他 就没事了 嗯 我那个时候到了泰国之后 因为我的摩托车变成非法了 嗯 嗯 我想要把它变成合法 我就找了BMW的这个公司 嗯 去跟他谈 看有没有办法 把我变成合法的 合法的 他说哎呀 他说要变可以了 但是很麻烦 嗯 你就这样子骑吧 嗯 他那个态度就是 也不想帮我办 嗯 我说这样骑是不合法的 他说我警察抓到怎么办呢 他说抓到你给他一两百块钱就好了 我后来一算 哟 滑得来 对啊 我如果要办的话 他那时候跟我讲大概要花 二十几万泰币 对啊 一两百块 你看二十万泰币的话 一两百块你可以 你可以 被抓无数次 对啊 所以我在前后在泰国 那个车子 我用了大概 我在泰国十年 我那个车子大概也用了六年左右 因为后来卖掉了 嗯 大概被拦下来六七次 每次都是给钱就没事了 泰国只有这些 这方面的小困扰 嗯 那其他方面 大致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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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 比较大的案子 嗯 但是一个一个 每个国家都是有 对都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 嗯 那 其实有很 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问我 哎呀泰国到底可不可以去啊 什么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 从很简单的逻辑去判断 就知道不是这回事 有的人就讲说 是到了泰国之后 海关会怎么样 嗯 然后还把你这个抓起来 关起来怎么样 怎么样 那 我的简单的逻辑就是说 泰国是旅游大国 每年几千万人去 他如果是这么 真的是这么样一个国家 有谁敢去嘛 是 所以泰国我是放在第二层 嗯 然后再下面一层 就是刚才讲到的 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 嗯 我觉得是在这一阶层 嗯 这一阶层也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对对对对 小偷小盗 对这个南美 这些都有的 都有的 对 那再下一层 可以到柬埔寨 嗯 那缅甸还没讲 缅甸 缅甸是比较特别的 缅甸其实一般讲起来 你也去过吗 我去过对 一般讲起来 治安是蛮OK的 但是缅甸比较特别 就是说它是一个 东南亚这么多国家里面 它是唯一一个有地方武力 割据 对对对 他们有民族什么联盟 割据的地方 有很多这个地方武力 是 那有很多地方是一般人是 禁区啊 千万不要去啊 不太能够去的 嗯 像前一阵子绕得很厉害 什么各种园区 对对对对 KK园区啊 什么什么 那个那个都是在民族地方武力的势力范围里面 它是比较特别 嗯 但是一般来讲 你如果说是去旅游的话 对啊 阳光啊什么 其实很安全 很安全 嗯 然后再下来就是 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是 算是 一定程度上是相对上比较危险的地方 嗯 呃 特别是 十几二十年前 嗯 嗯 因为它武器太多了 真的 对 我们之前都有节目介绍 市场就可以买到手榴弹 对对对 当年 1997年 对 我去柬埔寨陈希里的时候 也听了很多故事 最有意思的是 就是说 有一天我在他家 那台湾正好发生了一个 投资手榴弹的事件 嗯 嗯 嗯 那新闻登了很大 三十五块 多少钱 那就是这样子 嗯 嗯 在那段时间 呃 柬埔寨人过新年 不是放冰炮 他是拿枪出来开的 太华丽了 对 这个生活不行 很难想象 所以就是说 比较危险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大家都有武器 大家都有武器 大家都有武器 我以前也做过一期节目 陈希里当年被抓 说是 其中一个罪名是 非法持有武器 其实这个在节目太普遍了 是 太普遍了 他是 被用这个罪名 等于是轻罪重判 对啦 因为你抓人 总是要一个明目嘛 我就是要搞你 我就故意弄一个 当然你本身也有 但是我就故意用这个东西把你扣起来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很多时候是这样 对 那在下一层 最糟糕的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 因为这个新闻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新闻 是真的有点恐怖 就是 当然 这个李娜这个人 他们讲说是 不只涉及一个绑架 他本来就是一个罪犯或什么 但是你想想就是 去那个地方人就不见了 然后 听说两个被绑的人 其中一个家属还有附赎金 对 附了赎金人还没输 附了300万人民币的赎金 对啊 那真的是 然后人也没有输回来 对 也失票了 所以还是一句话 不管去哪里 任何国家 因为每个国家都会发生一些事情 这个人本来 这个本来就是社会就是这样 但各位如果有要去别的国家 就是不同的国家 真的还是最好 就是多做一点防范的措施 或是保护自己的措施 尤其是这种 因为李娜是用这种 谈生意的方式 你根本不认识他是谁 网路上跟你讲来 谈生意你就去了 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对方你根本不认识 然后你要去一个你完全陌生 当地没有你的朋友 或者是没有任何人 可以指引你的地方 遇到这种情况 各位真的要三思 要好好的想想 或者是真的能够有一个 比较安全的做法 这样不然真的是很危险 菲律宾就是因为治安不好 所以台湾很多黑道 逃的话都逃到这个地方 都往菲律宾逃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好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要先来做一点宣告 就是我们 这礼拜三开始 会休息一个礼拜 要来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这样子 那所以先跟各位告个假 那希望大家多多想念我们 这段期间可以多多看 我们以前的影片哦 好了 那今天先来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喜欢这一集 记得按赞 也要回顾过去的影片 谢谢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昨天 你没见过 因为还有时间 这些事 可以 这些事 侍奏 霊